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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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霍运强,又是快评时间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我好像这么久,虽然很关心沃阿兰 但没有说过最近的紧张局势 这么重要的新闻,为什么都完全不关心呢? 因为在我眼中,沃阿兰目前的紧张局势是假新闻 基本上,与美国指控中国在新疆进行强迫劳动 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差别 或者你可能会问,美传媒不是强调 有很多证据和迹象已经证明 美国和俄罗斯因为沃阿兰的局势而关系紧张吗? 俄罗斯甚至已经开始做了军事部署 或者很快已经进入战争状态 因为这些,从头到尾都是假象 先不要说俄罗斯有什么动机要侵略一个一窮二白的湖阿兰 按照美媒体的说法 俄罗斯在边境陈兵十多万 但问题是,边境既无明显调动 卫星照片也是一贯冷清的军营 即是说根本没有明显的证据 俄罗斯也很多次否认,为什么美国仍然咬着不放? 再想想想,之前 波兰和白俄罗斯因为几千难民 在边境上已经搞出几大阵仗 如果真是陈兵十万会是怎样的架势? 要有多少装备和军用物资的调动? 更重要的是,如果真是调动这么大量的边境要花多少钱? 军事行动每人每日起码都要一千元美金 每日一亿美金 如果没有足够的原因 俄罗斯是否会用这么长时间来准备侵略? 阿兰偉美国媒体还要天天说局势变得有多紧张 令美元因为可以避险而大幅回流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只要作一个借口来压制俄罗斯 美国亦因此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 就着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问题 要求进行会议讨论 起初,乌克兰还以为美国 是真是全力支持他们 要挺起腰骨对抗俄罗斯 但当总统夏连斯基发觉 国内数以百亿计的资产 因为战争风险而流失时 先发觉美国不单是口卫而实不止 之外还大小痛恥 连乌克兰所剩无几的游动资金也不放过 才立即跳出来澄清没有军事威胁 但这几年 美国不单是荷里活影片的水准大不如前 假新闻真是越做越假 在尼加兰事件怕事件搞过头 于是退二球棋制 重复老旧的突击系码 企图加强美国内部团结 拜登3日公布 美国特种部队在拒纳西北部展开特集 成功围剿了伊斯兰国的头目康来希 期间康来希引爆炸弹自杀 拜登更加强调向全球恐怖分子发出信息 我们会追捕并找到你 可能这种剧情的戏码 美国人看得津津有美 但同样的剧情做多了 多多少少就会露出马脚 外界对康来希知道的非常少 所以他更加被认为幽灵头目 但大家想想他何时接掌伊斯兰国 在2019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因为前任领袖巴格达迪 被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 对伊斯兰国发动军事行动 巧合地 在行动中 一样巴格达迪都引爆炸弹自杀身亡 而他们的老婆子女 又是在双方交火之中被击毙 这次行动按照拜登的说法 是因为康来希和家人住在一起 美军为了要尽量减少平民伤亡 所以没有选择凶杂 令这次突击行动更加困难 但问题是 这次军事行动最终都导致总共13个人死亡 其中包括10个无辜的富裕 前后两个总统两次的襲击结果 都有些相类似 令人不其然想起死无对证的想法 而更惊人相似的是巴格达迪和康来希的背景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塔 巴格达迪协作成立了叛军组织 团建民军 2004年 美国就在距离巴格达以西七十方里的地方 拘捕了巴格达迪 将他困在美国军事监狱布卡营 大家记住这个地方 但很奇怪 他只困了10个月就被获释 而且在这段时间 他还结识了伊斯兰国中间分子 我们再看看康来希 他在2004年加入伊拉克基利组织 对当地美军发动游击战 而他在2008年又被美军拉了 一样又是关在布卡营里面 而且又是关押了不够一年 并且重返恐怖组织 大家想想 明知两个都是坚定的恐怖分子 为何只是在拘押不够一年 有潜在的风险下 轻易把他们释放呢? 所以美国的布卡营军事监狱 更加被称为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 在这个不够一年的时间里面 美国到底是在培植恐怖分子 为未来制造麻烦? 还是要扶植这些恐怖组织呢? 还是说在这些恐怖组织里面 放一些耐鬼、针? 又或者更长远地想到 将来需要替死鬼的时候 就可以推这些人出来 做斩首之用 不过唯一我们可以确讯的 伊斯兰国组织未来仍然会继续存在 一个巴格达迪、一个库来希死了 还有下一个继任者顶上 但是恐怖组织 是否真的足够顽强? 还是因为美国仍然有需要他们存在? 虽然这些问题 可能永远不会有明确的答案 但是莫名其妙地相似的剧情 是否说明在他们生活的年代 充满着虚构的假象和偏造的假新闻? 我是库岸强 多谢大家收听声电视快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